为了让身杖朋友在行的方面更加自在 从3月7号开始举办身心障碍 手摇自行车体验活动 透过这项活动让身杖朋友 借由自行车的方便性游游新竹市 参加这项活动的成员们也相当感动 能够骑乘自行车游17公里海岸 这项梦寐以求的梦想 透过手摇自行车终于实现 开始时候我们没有到过17公里 来的新竹住了这么久 17公里开花到现在也没有 从来没有到达过 自从有这部车以后 我们才知道说17公里有这么多的地方 我们没有到过这么到达的地方 这样子 谢谢 心情怎么样 心情非常爽 希望能够环导 手摇自行车由财团法人自行车继 健康科技工业研究发展中心研发 中华大学从旁协助 骑乘方式以划船姿势为概念 双手摇动代替脚踏 不仅能够有效锻炼腹肌以及背肌等核心肌群 更能够实现骑乘自行车的梦想 大家都知道身上的朋友相对的就是 我们自行车是用脚踩的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科技的一个转变 我们脚踩的这个设计 变成是他们现在只能用手去一个输入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产业有这个设计能力 研发中心有这个设计能力 就是用他们可以实施的这个方式来弄 然后来 既然他们可以用他们手的力量去走出去的时候 那后面他们要遂行什么样的他们的想法 其实就是我们心有多大就有多大 民国九十九年在现在应该有八九年七八年的时间 那我们的成果就是我们现在全国在各地 都有二十几个车队 然后还有很多社团 都藉由我们这个活动把它带动起来 那我应该可以预期的 我们这个活动的推动这个的模式 应该是世界上很先进的一个典范 新竹市政府从去年开办生长为旅行活动 并加强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 今年这项手摇自行车体验 也让更多的生长朋友议员到处走走的愿望 社会处的同仁 尤其是我们的陈处长 特别跟我提出希望能够由市府来添购 十步的这个手摇自行车 那未来我们会放置在我们新竹渔人码头 南辽渔港的这个旅服中心 让我们有需要的生长朋友 都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租借的方式 然后透过手摇自行车 来欣赏我们的17公里海岸线 新竹市社会处表示 参与的17位生长朋友 完成系列的体验课程 成为专业的手摇自行车骑士 将成为未来市府推动手摇自行车 相关活动的种子老师 期待能够让更多的生长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项能够增进 身心健康的好运动 凯珀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 谢谢